我印象中这个后面好像也是可以用那个 看这地方会不会自己提示 如果不自己提示的话 你恐怕要自己打上去 那如果没有提示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新增引述来配合 那这边有好几个项目 你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一个是context 然后应该是 应该是倒数的 最后一个这个 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用填空题的方式 让我们来做那个提示 那总共的话 会有三个参数 实际上第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list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class 所以你就打一个list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范本的位置 那一般如果你没有范本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anjoy里面 去先找一个 用spinner的那个来代替一下 anjoy点 r点 点 点layout 跟这个前面一样 点layout 点 我们先用那个spinner 那个 simple的那个spinner 那个来代替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找一个simple this 我们用simple的这个好了 用那个spinner的 item这个来代替 那如果没有的话 先用这个代替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自己再加 加自己的 那这后面的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阵列 那我们的阵列名称的话呢 就是前面这一个 就是这个 country 这个 阵列名称是这个 country 我们把这个copy卡 然后呢 把它放到后面 就有三个参数 那这三个参数的话呢 得到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选错了 再点一下 找一个simple spinner的 我们用那个spinner的 那个item这个好了 用这个 ok 然后 后面第三个参数 就给那个阵列的名 这个阵列的名称 好 之后的话呢 把它save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起来 那执行起来之后呢 将来我们再点 这个地方 把它执行之后 他就会 这边把它执行 然后A 打一个A A就自动的跳出来 那特别注意 这个现在下拉的 这个选单 它实际上呢 就是simple的 那个spinner的item 不过这个 长得有点怪怪的 那如果说 我今天要制定的话 该怎么制定 其实方法 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 直接在这个地方 这里刚刚有 可能我save 这个操操 这个怎么跑掉了 再把它copy 我再save一下 那 另外呢 我们如果样式要更改的话 其实可以从 刚刚讲过的 从layout上面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Android XML file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到什么 TestView 这边有个TestView 然后按下一步 这个名称的给